1月8日 由美国英龙传媒主办的 2017传统的美亚新春嘉年华 在美国洛杉矶 阿开蒂亚市热闹登场 今天是我们第18年来举办美亚新春嘉年华 那么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还也感谢我们在地的民选官员和我们所有的厂商 大家一起每一年都会在春节期间一起来举办这么一个活动 那么今年我们再度和阿开蒂亚市政府一起在阿开蒂亚举办这样的活动 今天全天在这个舞台上会有各个族裔的100多个表演团体 来共同庆祝传统的中国新年 我们也会有各种的民俗的表演和抽奖 那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么一个传统的佳节 祝大家今年大吉 祝大家合家幸福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代表孙伟东 卢明慧 王继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新 爱德罗伊斯 加州众议员 周本利 以及当地的政府官员和各界民众的出席了本次活动 首先呢 请允许我代表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 对此次活动的举办 表示热烈的祝贺 同时呢 对这次活动 所有的参与人员和各界朋友 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想这次活动通过这样一个平台 会进一步让美国民众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同时呢 也会进一步促进中美文化的这种交流 同时也会丰富我们广大的华家华人的文化生活 传统的新春嘉年华 有各种展售摊位近百个 各国的美食小吃 充满年味的年货 极具中国特色的文艺表演等 纷纷热闹登场 我们再来到EDI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现在是18号 在这场活动 非常有趣 因为 Jane Su 有这场活动 全都在 San Gabriel Valley 现在我们在Arcadia 但這是一個很美的機會 說明新年祝大家 在2017年年祝大家 EDI多年以來都是在洛杉磯 為我們華人辦很多事 還有每一年都做新年的慶祝會 所以把我們中國文化帶回來保留 還有把中國文化帶到主流 所以我非常感謝他們在這邊做的一切 我們都希望用這個機會 把我們的文化跟主流一起來分享 所以非常感謝EDI跟每一會今天過來 跟我們一起來慶祝 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第18屆美亞新春嘉年華 給海外的華人華僑 帶來了極具中國味道的節日體驗 對中國年文化在海外的弘揚 以及對當地多元文化的融合 都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謝謝大家 謝謝 美國新聞速遞 洛杉磯報道 謝謝大家